大家好,我是Chucha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王家瑪德利中場卓奧斯是一位敢於發表言論的球員 他在自己的播客當中,他對歐超聯專案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卓奧斯就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會看到歐超聯賽事,我對此非常興奮 同時,我也相信那些舉期不定的球會會對這個項目持開放態度 因為我覺得這項賽事能夠帶來巨大的好處 我不覺得歐超聯創此球會的想法是正確的 因為他們太過闖絕 他們在一夜之間傳遞了這個想法 歐超聯會令人對足球有更多激情 因為這些比賽我們能夠看到 但有人批評歐超聯 會令王家瑪德利和萬成這些球會的對決次數過多 然後會失去吸引力 就好像你會不會厭倦了費達拿第五十次和拿道對決? 我是會厭倦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